Jeky, 這麼大的南瓜 今天煮什麼? 不知道, 我來做實驗 你知道南瓜皮有多硬 不是人人都像你刀工那麼好 又恐怖有力 尤其是那些入廚新手 切南瓜皮真的一步一驚濕 我上網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先把南瓜浸在熱水裡兩分鐘 這樣才切 可以嗎? 好像軟了一點 對 你試試看 我試試看, 對, 真的容易很多 不用太用力 你這個辦法真是有道理 你用熱水浸泡, 皮變軟了 切下去真的不太滑 對, 是不是很聰明 這個方法也讓我找到 我不覺得, 如果你是聰明 就不應該去皮了 連皮吃完才聰明 你知道嗎? 南瓜皮有大量胡蘿蔔素 維他命和新的 預防感冒之餘, 還可以提升免力 你放心, 吃得不要浪費 切出來的, 我放些芝士在上面 焗香, 做一口薄餅 那大塊一塊呢? 大塊一塊, 送給你 讓你想一個好菜, 請我吃 你這招有多聰明 我弄給你吃 想不說 想想 ijай Jacky 還棒 真棒, 真是無驚無險 又來到主題曲5, 最後一集 你今集想煮什麼呢? 很美味, 無論如何都要煮得體的大宋 不如煮雞煲吧 雞煲煮法簡單, 變化又多 你記得嗎? 我們上次在汕頭吃的一家私房雞煲店 藥膳湯底加了你喜歡的石橄欖 鮮甜不得來, 味道又獨得 記得, 重點是那隻老母雞 還加上雞雜, 看見都興奮了 真是, 今集你又想煮什麼雞呢? 我今集會用雞胸、雞腿 加上鮮蠔和紹興酒 煮個喜羊羊超嫩醉雞煲 好像很有辦法 是 做雞煲, 最重要是有好的雞湯底 我的煮法很簡單, 一定要老母雞 對, 去皮, 我不想太胖了 最重要加上雞腳, 讓雞湯較濃, 加粗 好, 雞我先去皮, 預先飛水 把雞腳放進去 煲湯, 雞真的用老雞才夠味 對 即使普通的雞, 即使放雞殼 也不夠這些老雞腳, 很厲害 我覺得雞腳很重要 雞腳也是 對… 放了原肉和火腿, 火腿就飛水了 要煲一個很濃厚的雞湯 我方法就是, 一定要用大火 煮一半小時, 煮一半 就改中火, 再熬兩小時 慢慢來 慢慢來 好, 這個雞煲我用了兩個雞的部分 這是雞胸肉, 做一個很嫩的雞胸 另一個部分就是用雞腿肉 加上大腿, 做一個雞肉丸 先處理雞胸肉 雞肉切片, 不用切得太薄 待會我醃的時候 我要將醃料全部吃下去 太薄的話, 很難吃得完 好, 我先放在盤子上 醃料很簡單 怎樣令它滑 首先我要有胡椒粉 是 鹽 是 梳打粉 是 生粉 這樣生粉也不少 對, 還有蛋白 但蛋白我現在不放下 加水 你加了食粉 是 肉的纖維會比較容易吸水 是的 吸水之外, 還可以補水才是 是的 好, 拌勻液體後, 加些油 我分次倒下去 每次我倒少許 對, 讓它慢慢吃 對, 我就一直這樣搓 這樣又有很多水 是… 搓到它, 吸光了 第一次很快就吸光了 對, 沒光了 沒光了, 再倒第二次 又一直繼續讓它吸光 又吸光了 對 對, 因為一次過倒下去 它很難吸光 分次分次就容易吸光了 吸光不完 對 當然有一點水 最後我才用蛋白封面 這樣更加滑 拌勻 然後用寶芝枝包好 放雪櫃, 放大約二、三十分鐘 讓它吸光, 定型 好, 第二部分是做雞肉豆腐丸 肉丸, 我用了雞腿肉 一定要加少許皮, 攪拌它 加少許皮 對, 加少許皮才會滑 雞腿肉 蒸煮豆腐 對 差不多, 差不多了體積 對 雞肉 是 雞肉比豆腐多一點 不然的話, 圓圓很豐盛 大量的蔥花 為了能否令它滑 要用蛋白 是 少許燈粉, 黏一黏, 鹽 沒錯 多一點 胡椒粉 胡椒粉 加少許皮, 加少許皮 很簡單, 不用搭, 不用其他 全部都攪拌 因為這是一個很泡的質地 好, 煮完之後 肉丸的質地其實很瀉 對 我們要放在雪櫃 雪櫃大概二十至三十分鐘 讓它凝固一點才擠出肉丸 肉丸就會很泡, 很滑 說明是超嫩雞屋 在醃和煮的方法也有一點特別 剛才醃說了 煮的時候, 我不是真的煮 我還要用微滾的水 浸泡它 對 確保雞胸是嫩的 為何要分開浸泡呢 因為雞胸剛才醃了的時候 有很多粉, 很多食材 是 放在湯裡 就令湯很濃 所以我浸熟了它 我才把湯拌入湯裡 不要讓它滾 對 你看到現在的狀態很飽滿 對 對 那就行了 你看到已經滑, 對吧 對… 好, 我先撈起它 不用熟了, 待會我還要放在湯裡 輕輕煮一下 Vicky, 兩個小時後 你看看雞湯 這個聞到香味 又香又濃, 對吧 好, 先隔湯拿出來 這個湯很濃 對 好, 然後把剛才那幾部分的材料 組合成一個醉雞鍋 我說明是醉雞鍋 一定會有酒 我用了少許酒 是 酒加上雞湯的那種香味 立刻… 是不是? 舒服了 對, 這個也屬於養生雞鍋 材料全部都是養生材料 山藥, 新鮮的山藥 蟲草花 還有紅棗, 去核子 紅棗 沒那麼醋 煮滾後, 煮大概十多分鐘 讓它吹吹眉 是 讓山藥輕輕淋一淋 這個酒味很濃 對 湯和酒有什麼比例嗎? 也有一點 我今天用了一些水 大概用400毫米的酒 差不多一半 對, 但當然你喜歡濃一點 像你那種酒精 要一串 對, 可以多一點 少許可以因應你自己的口味調節 好了, 然後就可以… 玩這個雞丸 雞丸 煮完之後, 它固定很多 你就容易一點去煎 其實這些鬆鬆軟軟的丸也好吃 對 如果你太冷又冷又很彈的 你的味道不能進去 不同的食法 是 在這個時間, 可以加蠔 這些蠔很大隻 對 煮完幾分鐘, 等蠔和肉丸熟完之後 我最後才加雞丸 滑雞胸 對, 還有杞子 杞子 真的夠養生 對, 最後調味 調味, 只要鹽而已, 簡單 鹽, 胡椒粉 胡椒粉 基本就完成了 但我們現在就可以關火了 最後多一回攝氏餅爪 增香 對, 放在桌子上等吃 我先教大家看 我們這裡要喝 有什麼位置 應該可以進去 所以, 放在桌子上等著 很好吃 然後我吃, 每天都有在這裡 真的有什麼酒店 才有哪一份酒店 你買美食 那就行了, 你買美食 你們買美食 有很多 Weber的采製 咖啡店 吃藍湯才趁熱 是 很精神, 酒量夠不夠? 沒有, 一定 雞湯底部夠濃 是, 夠厚 對, 又夠厚 所以就算加了不少份量的酒 他一點也不會覺得… 他只能喝到酒味 是… 就是玩雞片, 看你滿不滿意 怎樣? 慢慢吃 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之前不要煮熟 是 然後放進湯裡 煮魚蝦的兩成, 剛剛好 是… 我先嘗嘗雞丸 雞丸剛剛好 是, 很鬆軟的 對, 鬆軟, 又不是散 是 是, 保持得住 但咬下去的時候很溫柔 還吸收了一點湯味 是 所以如果很彈的湯味 一個雞煲, 吃了兩種雞的不同做法 和口鼻 這次真的要讚你 是 不過我猶豫是想不明白 因為什麼事, 硬要加一口豪 是個人風格 說明是喜羊羊, 羊是壯羊羊 故意煮給你的 那你的雞煲有什麼個人風格? 會不會加大量的酒? 這次又不會 玩一滴, 一滴都不用加 是嗎? 待會你就知道 現在來看他有什麼有 이야기를看 他想用的 他想用的 跟人們來說甚麼 不用拿到 你用的 讓他做甚麼 一滴都不用吃 他做甚麼 滴就不行了 韓國流行炸雞, 我知道而已 雞煲也流行嗎? 你沒聽過部隊鍋嗎? 那倒是有 沒錯, 今天我打算做一個 包羅萬有的韓式部隊雞煲 你看, 包羅萬有的韓式部隊雞煲 包羅萬有拍了手掌 聽到很吸引人 當然 說得明白這個雞煲吧? 是 當然是好雞一隻 是 是 不只有雞, 還有雞蛋 你有吃過真的部隊鍋嗎? 有, 但我只是慢慢吃 是嗎? 因為我覺得韓式部隊鍋 沒什麼技巧也沒什麼特別 最有型的是什麼呢? 你用一個字可以概括它 就是懶 是, 就是… 什麼都測試下去? 是 這次這個就不可能 我將它每樣都拆散來玩 每樣都做好它 對, 所以我很期待 沒錯 因為部隊鍋也有雞蛋 是的 通常會這樣打進去 是的 太少兒科了 我們做一個溫泉蛋 對 這個, 我們把水煲到70度 是 70度, 我們放這些雞蛋 然後放進去 是的 現在這個70度 15分鐘, 應該差不多了 是 這個雞蛋正在煮 是 好, 這個呢 剛才說那些部隊鍋 就一手帶車散下去 這次就玩了新意思了 我打算將雞腿和雞胸 雞胸分開來使用 雞腿是一塊塊, 是嗎 雞胸就不斬斬了 是 那怎麼辦呢? 將雞胸肉做一個… 我們叫做雲吞 差不多餃子的東西 好 對, 兩邊雞胸肉拿出來 剩下雞腿 雞胸肉, 我們不要皮了 就不要了, 只要肉 雞胸肉其實不需要很快脆的東西 不需要用攪拌機 是 你隨便就可以了 我以為你會拍攝 是嗎 對, 人們會拍攝 拍攝也可以嗎? 對 對, 不斷拍攝 就像… 拍攝到難為止 對 是嗎? 我看有師傅這樣做雞肉 這樣就可以… 對, 放鬆一點 對, 這樣也可以 還可以很輕易地做到這條根 對 這條主根, 讓你拍攝完之後 做出來就很輕鬆了 這招也挺有效的 你知道的 真是有學到東西 也是, 隨你喜歡, 看怎麼玩都可以 各思各法 你不斷刮幾下就可以了 即是咬到雞肉? 對 好, 攪拌, 就是這樣 好, 雞肉… 剁好了, 放進去 我們首先不斷給它力量 放一點鹽 不斷攪拌 其實這些雞肉, 如果是新鮮雞 經常說是… 不斷攪拌就有少許筋了 是… 這個五餐肉很有趣, 韓國的五餐肉 它有些雞肉成分 是嗎?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看到, 有些是百分百豬肉 有些是豬肉和雞肉 是 這個是豬肉和雞肉 這些混合, 怎麼混合呢 要把它弄破 最方便是怎樣呢 不斷把它切成一粒 這樣 切成一粒之後, 硬碎 是… 變成免治五餐肉 對, 沒錯 你的雞胸肉就沒甚麼味道 是 除了可以給到這些… 從小吃到大味道之外 它還可以令到… 就算雞肉不加粉 不加其他很厲害的東西 去黏著它, 它也不錯 因為五餐肉本身只有粉 把這個壓溶了的五餐肉 也放進去 我們還要加這個 韭菜 哇… 攪拌均勻後 就真的變成韭菜餃 這個餃子 我也會加泡菜 你看, 割碎了的泡菜 連醬汁 對, 除了泡菜之外 還有一隻雞蛋 然後二話不說 撐進去 一定會很好吃 拌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又玩一下包餃子 一起包吧 一起包好東西 你也是拿手的 不拿手的 對… 是嗎 抄手 你很厲害 有多厲害 這樣就叫抄手嗎 對, 捏的那一刻就叫抄手 孫子說 對 我比較斯文, 我不會抄的 就是這樣 對 這種 隨便吧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兩樣東西要煎 這裡有兩種不同的午餐肉 你看看樣子就知道了, 對吧 雖然樣子不一樣 但它們都是豬肉和雞肉 兩種肉的 是… 我們煎它 是 明顯這些肉攪得比較像肉漿一樣 是 即是攪得比較細一點 對, 比較細緻一點 對 好了, 現在我們準備煎雞腿了 首先我們把雞腿調味鮮 這邊, 少許鹽 這邊也要 整隻就好像有點麻煩 我們不如一開二 是 少許胡椒 放少許油 好, 我們先放雞腿進去 為了令雞腿快點熟 把雞腿放進去 煎熟 好, 煎熟 對了 好了, Vicky 午餐肉就煎好了 哇, 很漂亮 三十塊 完成了 好, 應該完成了吧 香噴噴 對 這樣就快很多了 先烤好 好了 我們把雞腿放進午餐肉那裡 先烤好 Jacky, 這樣可以先煎餃子 好, 我幫你 少許鹽 對 有什麼特別要求? 沒有 煎餃子而已 你比我還要拿手, 煎餃子 好, 我們開始炒鍋底了 少許油 用回雞肉油 沒錯 放少許洋蔥 放進去, 先炒香 先加鮮菇 好了, 洋蔥和菇炒得香 我們可以給… 這個真的… 不是一般的部隊鍋會用的 他們會用韓式辣醬 是… 但我覺得韓式辣醬的底味很甜 是…甜的 所以我有點怕, 所以用這個茄膏 是, Vicky 是 水攪就好了 先拿去吧 好… 很好… 挺漂亮的 對, 還可以 對 好了, 炒香的茄膏 放些零魂 辣椒 這是韓國辣椒粉嗎? 韓國辣椒粉不辣 是 不是怎麼辣的 我這個除了韓國之外 很多國的辣椒粉都有 全部加進去 好, 接著我們就加湯 當然是雞湯 這個時候可以加黃色泡菜 豆腐不少了 是 全部放進去 放一個正宗的韓式即食麵 放在中間 你想吃多少五餐肉? 一至兩件都可以 一至兩件 部隊鍋最開心的都是這一刻 是 不斷喜歡吃的東西都放進去 沒有位置放雞湯了 有 放雞湯之前 其實應該放芝士 來, 給你一塊 好 主力放在中間 是 會不會多了一點? 不會 韓國人吃芝士不會多說 加完這些之後 我們不斷放一些色彩 好, 我們現在可以放雞扒進去 還有餃子 還有餃子 對 好, 到最後 我們還會是… 剛才還沒煮過溫泉蛋 是 對了 那些溫泉蛋 現在才放進去 我們可以把它打出來 很英俊 對了 我待會放在溫泉蛋就吃了 你先打開桌子 先打開牙齒 好 好, 看來 好 我們先打開桌子 先打開桌子 好 好 好 我們先打開桌子 好 吃光了 贏不贏, 沒關係 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嘗嘗 眼色又紅又綠 看見都興奮得爆炸 湯帶夠了 先嘗嘗你這麼特別的泡菜餃子 是, 你也有分做的 果然厲害 果然是, 我和你都喜歡吃韭菜 是 韭菜真的不太香 沒錯… 其實一直以來, 步堆鍋 我經常覺得不是上大桌的菜 因為很鹹, 而且很粗糙 不是很有飲食文化的菜式 但我覺得這也是步堆鍋的天花版 還有這麼漂亮的溫泉蛋 沒辦法, 還有一集 我們也要出一點力氣 是 不是, 監製也不放過我們 Vicky, 今天真的很開心 吃這個步堆鍋 就像吃盆菜一樣, 真的很豐富 正如像我們主題曲那樣 是 吃得豐富之餘 還在你身上學多多豐富的知識 其實學什麼, 我們只是玩交流 話說回來, 下輯會做什麼好呢 當然是出去吃吃玩玩 吸收化身靈感 你以為你會做事嗎 老闆好像說觀眾喜歡看煮食多一點 我認識朋友喜歡看我們煮食多一點 其實可不可以兩樣都有嗎 對, 可以和監製聊一下 好, 主題曲, 後會有期 但厚度一定會這麼厚 沒錯 我們在說的薄餐 是的 如果是厚餐, 高到這裡 例如你想酸一點就加多一點 對, 一半、一半都可以 這樣就太甜了 是嗎… 對… 這樣就太酸了 對, 你說這個吧 調味界的神級油 我們稱為神油 神油, 你們先塗在哪裡 塗在舌頭 鹹蛋黃是很鹹和甜的 你給它一些糖, 它就可以變成甜味 很有道理 對, 你說的 你做那些… 如果給糖的菜是鹹的 我就覺得真的是鹹蛋 入爬喲